接下來讓各位做一些練習 練習時期 又是個VT圖 開車進巷口 然後踩煞車 然後... 然後這樣子 請問你 哪個敘述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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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對的 Number 5 Pt 5號 誰是對的 你覺得誰是對的 你覺得豬是對的 請坐 你答案選的是豬 5到10秒 水平線 表示等速度運動 5到10秒 看圖就知道 速度是4 所以選項A是錯的 B是一豬 我當晚要問你 答案是B 答案是B 答案B是對的 然後呢 其他的錯 來 問 他說5.5是對的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他有個0到5秒的評價數 他寫錯了 他寫錯了 他多少 那12秒順時要怎麼算 來 一樣 第一個問題 你... 我這個問題我剛剛問過了 你怎麼算平均速度 我只要算法 我不要答案 你告訴我怎麼算 這是重點 你要知道怎麼算 這是重點 請 請 請坐 我們的 算法就是位移出於時間 零到10秒有時間了 差位移 差位移 那... 怎麼算位移 一樣 這都剛剛問過 這都是剛剛問過的問題 但是它是一個重點的keyword 所以我們再問一次 請你要徹底了解 12號 恭喜 怎麼算位移 提供上 面積 請坐 求面積就好 一樣我現在做法就是 前面一個T型 後面一個長方型 一樣你可以拆成 你可以隨便其他方法拆 反正就算面積就對了 我現在算前面這一塊T型 上擬加大體乘以高除以2 後面一個長方型 長乘以寬 然後算出來 加一條全部的位移 全部的位移 再除以全部的時間 所以答案是5.5就對了 所以我就知道答案是5.5 OK很好 那請問 0到5秒 提供加速度多少 這剛才算過嘛 類似體剛才算過嘛 VT圖請你算平均加速度 是一個基本的提型嘛 基本的提型嘛 阿你又怎麼方法算呢 我也只 我在上課講也只用一個方法而已啊 雖然我在從頭來講到好幾個方法 只有一個方法而已啊 No.32 3.2 多少 你說什麼 你有講話嗎 答案 1.2 1.2 請坐 你少一個負號 你少一個負號 這負不能省略 代表方向的問題 我只有這個方法算啊 DataT DataV嘛 找到兩個點 兩個時間 兩個速度去減嘛 0到5秒有時間 0秒 0秒速度多少 0秒速度10啊 5秒速度多少 5秒速度4啊 所以下面是5-0嘛 上面是4-10嘛 所以會有個負號嘛 所以負6嘛 所以答案是負1.2嘛 所以答案是負1.2 這個 因為這個負代表方向 代表他跟速度反方向 所以讓速度會越來越小 OK 最後一題 12秒速度速率多少 我們不會算順時 我們不會算順時 我們只會算平均 如果他是等速度運動 平均會等於順時 可是他不是啊 他是等加速度運動啊 那我要怎麼辦 那我要怎麼辦 我怎麼知道順時 那暗示你 等加速運動就是 你在上面隨便怎麼找 加速度都會一樣 隨便找到兩個點 去算加速度 答案都會一樣 那請問你 他的順時速率多少 這當然還有一些別的算法 用一些神奇的公式啊 去算出加速度啊 再帶到公式裡面呢 也可以做 不過我當回不是這樣做的 我等一下不是這樣做的 你可以有一個公式 然後呢 去算出加速度 再帶一次公式 就可以算出速度多少 這也是個方法 不過我當回不是這樣做的 好 我當然不是這樣做的 請問你他的順時速率多少 順時 順時的速率多少 OK No.4 4號 你多少 18 8 你說你的答案是8 你說你的答案是8 10秒到13秒做的是等價速度運動 所以在這邊任何取任何兩點算出來都一樣 所以我寫A1等於A2 左邊等於右邊 我左邊取的是10秒到13秒算出來的加速度 右邊取的是12秒到4秒 我一定要取個12秒嘛 因為12秒是我要算的啊 所以我一定有個是12秒 12秒到10秒到12秒的加速度 這兩個相等 有人會指 有人 所以你們當初在算 做哪個濃度一樣 可能會做兩遍 第一遍就是A 再帶回去再算一次 OK 沒有關係 都可以 那我這一次解決 A等於A 左邊等於右邊 前面上等於後面算 後面就是數學 簡單的數學 答案是8 就算完了 就做出來 這些都是平常就很容易考的題目 給VT圖之後問一些這個問一些那個 然後我都問了你 你怎麼算出來的 你重點是你要懂 我到底怎麼知道這個答案 我到底怎麼知道加速度多少 我到底怎麼知道位移多少 我到底怎麼知道順時速度多少 這個方法本身你要學會 這是它的重點 keyword OK 這是我們的動腦時間06 可以嗎 可以 OK